菩萨的意思是信要 那我们也要有这个意思 那就是菩萨了 至于信 前面讲的多了 用前面的标准 来比较一下 我们是第几等的信心 不能说没有信心 这个信心里头有等级 大的等级 有明心 有强心 勉强 有真性 有真性 这是大分 每一个等级里面 你就细分 等级就多了 我们自己也晓得 自己现在在哪一个等级 是不是 年年向上提升 越越向上提升 年年向上提升 就不错了 很缓慢 也很危险 危险的是什么 外面的诱惑态度 明文利亚 五一六成 这个诱惑现前 你没有法子抗拒 你就把这个信心放下了 你的信心转变了 信 明文利亚 信 五一六成 你就信那个去了 你对那个产生爱好 某个生意可以赚钱 一个月可以赚几十万 赚几百万 马上就去了 这个佛教慢慢来 等我老的时候再来学 我在促修佛的时候 有一个长辈 是我父亲的老朋友 我学佛之后 他也很赞他 他的这个事业放不下了 他这个好 等我将来老了 退修了 我再来修